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啊 能够改善它 不要破坏它 这个就是自然论理 在物质文明极数发展的 现代社会里呢 有很多的国家 像是日本 美国 甚至在台湾呢 最近都有人大力提倡亲平思想 主张过着反普归真的生活 为什么这一类的思想 最近会大为流行呢 我们又该如何在生活中落实呢 让我们恭请圣燕法师 来为我们开示 人心呢 被物质文明所腐蚀 社会呢 被物质文明呢 所污染 整个的大 自然环境呢 是因为啊 物质文明的 发达 而遭受到啊 非常啊 快速的破坏 所以 有一般呢 头脑比较清醒的人 也可以说 有悲天悯人的一种 观点的人 就主张啊 人应该是反普归真的 其实我认识好多啊 大企业家 他们生活的都非常的清淡 都非常的简薄 穿的 用的 吃的 都非常啊 积极 我记得 我的一位啊 护法 我在日本读书呢 就是他 支持 援助我的 是一位沈先生 他是很多钱的人 可是他赚的钱 是为了弘扬福法 赚的钱呢 是为了造福于社会 他自己生活非常简单的 有一次我看到他 吃柠檬 他说冰箱里 拿出来三分之一 一枝柠檬的三分之一 他切成片了 切成薄薄的两片了 然后再把保鲜膜 把它包起来 再放回冰箱 那这个两片 他就放在茶里面了 吃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一枝柠檬 柠檬要吃几天啊 嗯 他说看了 有时就可能三天 有时候可能吃一天 有时候大概要吃一个星期 我说你这么小气啊 你怎么一个柠檬 这种要吃那么久啊 不新鲜了嘛 他说 哎 不要抱整天窝 应该呢 要好好的爱惜啊 所有的 我们一起的 一切的 资深 资物 所谓资深用品 资深 资物 资啊 就是资源的资 资料的资 我很受感动的 因为他 不是舍不得吃 不是没有钱吃 而是说 要珍惜啊 已经有的东西 我看到这个西方人 以及现代人呢 大有钱的人 都是啊 蛮寄生的 听说我们台湾的 王永青先生啊 是很有钱的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他的生活 也很朴实 也很寄简 这些呢 都是啊 我们今天呢 大家有一种反省 就是说 我们的生活的奢侈 糜烂 对自己的身体不好 对自己的健康不好 对自己的观念不好 对自己的家庭的生活不好 对我们的社会环境不好 对我们大自然的环境 也是不好 所以有那么多的不好 为什么啊 不能够去过 清贫思想的生活呢 清贫的思想 就是尽量的动手 自己亲自来动手来做 尽量的生活要简薄 简单 扑实 勤劳 好 这也是我们发股山呢 现在正在推动的 我们讲啊 勤劳健康最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方式 我们的美丽 我经常说心静国土静 那么一般人都会直接反映 这个静是指安静的静 那么究竟是清静的静 还是安静的静呢 有为什么是心里清静 国土就清静 而不是心里安静 国土就清静呢 我们恭请上演法师 来为我们开示 这里边讲的两个静子 把我弄糊涂了 一般的人大概也可能糊里糊涂 因为有的人说心静自然凉 有这样子讲吗 心安静的时候呢 这么热的天也觉得蛮清凉的 这就是心静自然凉 这是非常安静的静 可是呢 《维摩经》里边讲的 心静国土静的静呢 是净土的静 是清静的静 是三点水的静 三点水的静呢 就是跟脏乱相反的 我们不是安静 而是清静 可是安静宁静 算不算是净土呢 不一定 安静宁静的地方 也可能是净土 因为没有任何喧哗 可能是 可是呢 我们在《弥陀经》里边看到 在西方极乐世界呢 有什么啊 有去从寒树 去从罗网 每一个树衣 树衣跟树衣之间的风吹着动的时候 彼此互相摩擦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啊 非常鱼儿的音乐出来了 那可见那个地方不是啊 那么宁静的 一点声音也没有 不是是安平安 但是呢不是啊 一点声音也没有 任何动物 植物 矿物 任何的东西 他们发出的声音啊 全部都是啊 一种音乐声 这些音乐声在做什么 念佛 念法 念声 都是啊 他们这个声音是这样子 而且呢还叫我们呢 念佛 念法 念声 可见那边的并不是啊 没有声音 可是呢 在净土里边 有没有动作呢 有 净土里边各种各样的佛 在他们的福国净土里边 都会说法度众生 还有 维墓经里边呢 看到维墓的葬色里边呢 说维墓经 还有啊 天女在说什么 天女拿着花拦着什么 拿着扇花 那是动的 所以是并不是啊 完全是安静的静 宁静的静 可能是安静 可能是宁静 但是福国净土里边 有动作 有声音 在都是动作声音 都是在做什么 做的是服事 因此我们的心静 国土静的静 不是啊 心静 自然凉的那个静 那个层次不大一样 安静的静 和清静的静 安静 我们呢 一时间可以做得到 宁静 我们的静坐的时候啊 心里边就可以啊 安静下来 是不是清静了呢 不一定 清静了 有程度的一种啊 心中没有烦恼 这是清静 另外一种啊 心中有有智慧 这是清静 智慧啊 是不受啊 任何环境里边的影响 环境里边 什么样的动作 什么样的情况 对他来讲 既不受刺激 也不受诱惑 既不受啊 威胁 也不受利用 才是民事税 对他来讲 完全没有作用 这是有智慧 有智慧的心 这是清静的心 清静的心 很可能是安静的心 但是呢 不一定就是安静的心 因此 福国净土里边 的心呢 只要我们心能够清静 就能够体会到 福国净土是什么 当我们的心 不能清静的时候 没有办法体会到 福国净土是什么 因此在我们要练习 练习心中啊 不要有贪心 嗔恨心 愚痴心 骄傲心 嫉妒心 怀疑心 这些笔记脚的心 全部都给他 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个叫做心经 心能够清静了 那就是 见到了世界来 就是清静的 所以当释迦牟尼佛 成佛的时候 他看到的我们这个世界 他说 哦 原来这个世界 是那么的清静的 因为在维墓经上也是这么说 维墓经呢 是维墓菩萨在印度说的 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就问他 是不是说你心境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苏婆世界 就是一个净土呢 说是 但是怎么会是呢 第一个 佛用神通啊 佛用佛的智慧啊 显现给你看 借佛的功德 你就看到这个世界是净土 第二 如果你自己的烦恼全会断尽了 你看到这个世界 也都是净土 虽然我们这些世界上的众生呢 还是反复 还是那边杀盗 邪淫 万语 吸酒 赌博 样样都有 但是呢 对佛来讲 没有印象 对一个心中没有烦恼的人 没有看到 有什么 这个罪恶的事 这叫做心境啊 过土境 所以是我们提倡人间净土呢 希望我们自己的心能够清紧呢 人间净土就在我们面前 谢谢啊 后面突然 谢谢啊 后面突然 谢谢啊 谢谢啊 后面突然 谢谢啊 认为人过世以后 土葬是最好的 所以民间有入土为安的说法 但是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却鼓励民众用火葬来处理遗体 那么究竟火葬有什么好处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人都是要死的 死了以后 对遗体的处理 有种种不同的方式 在我们中国一向始于土葬 为不变的原则 因此叫做入土为安 也有的人说 死了以后就进入黄泉 黄泉就是在地下三次生的地方 就叫黄泉 那也就是在中国的西百方 这是黄土高原 你挖下去以后 那就是比较深的地方 就叫做黄泉 阴朝地府 就是黄泉 但是在印度 也就是佛教的法原地 他们人死了以后 有几种处理法 一种是水葬 一种是天葬 另外是一种火葬 处葬的也有 就是非常少了 所以水葬就是泡在恒河里边 要在水流而下 慢慢地沉着 或者是就把它腐烂了 沉在水里 腐烫在水里 另外一种 天葬就是一些脱头鹰 把这个遗体 一块一块地把它吃掉了 那么现在天葬在西葬 在印度 还是在流行的 另外这个火葬 是最干净的 最没有后遗症的 最卫生的 最不沾的面积的 都污染环境的 所以佛教是采取的火葬 释迦牟尼佛 泥盘以后 就是用它自己的 三枚火 把身体自然烧掉的 这个是 附近里边的信仰传说是这样 也可能就是用柴火 把它燃烧 把它焚化的 所以佛教徒 从释迦牟尼佛开始 死亡以后就是火葬 那么到了中国以后 出家人也有不少 土葬的 但是呢 多半是火葬 这个火葬的好处呢 我刚才讲了 第一个 它没有沾有任何一块土地 它不会污染 任何一个土地 或者是呢 任何的水质资源 土葬呢 它烧掉以后变成灰 灰呀 在最初是不会捡过灰的 就是灰烧了以后 就是撒在恒河里边 或者是呢 撒在大地上面 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子的 五灰是怎么办呢 因为信众们 弟子们 在崇拜它 所以把他的国会里边的基金 也就是舍利子 把它收起起来啊 作为纪念它的 一种啊 神圣的 一种叫做 富途的 富途身体的代表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起塔 那么这些塔呢 就变成了 等于是 现在的富项啊 所供在的地 那我们现在 台湾呢 以及呢 大陆啊 以及全世界啊 人口是那么的多 每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啊 要占一个空间位置 死了的时候啊 还要占一个空间位置 那我们呢 带带的子孙 这样子延续下去呢 我们 如果要土葬的话 大概 也要啊 变成了 像西安 那个地方叫秦旺山 像那个山上啊 一层一层地把它 落起来了 而我们 如果是用火化的话呢 那非常好 所以是现在台湾 政府 民间 都在鼓励啊 火化 因为台湾的这个 土地的 能够使用的面积是太小 如果是 涨的太多的 这个遗体啊 在 有一个五十年 或者是一百年以后 大概 我们 全台湾的 全部到处都是坟地啊 所以是 用骨灰比较好 而且骨灰比较 这个 运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啊 这个迁移也比较容易啊 现在的人口啊 这个流动力非常高 如果是对自己的亲人 想要把他随身 跟的一起跑 那只有 就把那个骨灰带着跑吧 到了美国 也把骨灰带到美国去 到了非洲 也可以把骨灰带到非洲去 到中国大陆 也可以带到中国大陆去 那 骨灰现在呢 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骨灰坛呢 在 我想将来呢 骨灰将来就变成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可能呢 就像水利河 像水利那样子 就是 捡一块 头上的顶锅的骨灰 或者是呢 只要有一个象征性的骨灰 带着就好了 要不然的话 一个骨灰坛 包起来还是那么大 这个还是占着蛮多的面积 所以说我自己个人呢 死了以后 我就说明到 我不捡水利的 不其他的 我的骨灰 傻呆 我们的法谷山上就好了 而下了雨以后啊 顺着雨水 把它流流到太平洋去 那就没事了 不要占任何一个人间呢 一块地啊 这个太宝贵了 太浪费了 也是 阿弥陀佛 自然的环境的任何一样东西 都是跟我们这个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呢 都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自然呢 是我们大的身体 每一个人共同的身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